要是早知道后来的妖精只会穿黑衣服啊 当初我一定不会嫌弃这部剧造型太浮夸 第一位 扶妖苏达记 苏达记至少要长得这样才能去勾引周王吧 既然当了后国妖妃 装造肯定得月艳俗也好 尤其是半人半妖形太水 满身的白毛和夸张的眼线 简直是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久违不变的 第二位 山羊精 羊险 头上顶着粉色小羊角 还穿着粉嘟嘟的毛毛衣 这简直就是美洋洋真人版的 只不过头顶上却是懒洋洋的专属便便头 这造型哪怕是放到青青草原 也是相当炸裂的 第三位 玉石琵琶精 玉庆 所谓玉石琶琶精 就是千年玉石修炼成人 它美貌绝伦 色彩艳丽 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最靓丽的风景线 这夸张的造型再背上麦迪娜自带混血感的脸 绝对配得上玉石琵琶精这称号 你最喜欢距离哪个妖精的造型 笑死了 现在的狗狗剧都是在哪儿找的男演员 当年那一部雷剧都能做到全员帅哥 第一位 姜子牙 温润如玉 独雅大风 想必有不少人都是冲着姜子牙这张脸才追完的剧 风度翩翩又能参透天机 无所不能的人设配上这张脸简直无敌了 第二位 博弈考 风度翩翩已太金贵 真不愧是历史上的商周第一美男 这颜值居然只能在雷剧里面演男N号第三位 神功豹 别看神功豹留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还有夸张的眼线和邪恶的笑容 但是这颜值仔细一看还挺清秀 实在是让人又爱又恨 你觉得这部剧里最帅的角色是哪个 豁的天 果然女生帅气起来就没男生什么事了 我愿称他们几个为人间班首 第一位 台北女男王维玲 八五女生真的非常乐情 她跟我要维系 然后就一直逼着我 一直逼着我 一直逼着我 身高180 肩宽退长 清秀帅气 尤其是打篮球时扑面而来的少年感 难怪来大陆打比赛 会被女生追着要威信 第二位 李中战狼 蒋陆霞 这才是中国女病该有的样子 英姿撒爽武力值又高 不管是近身受活还是手藏重机枪 蒋陆霞全都不在话下 第三位 人间班首克里斯汀 取美行凶又A又萨 果然 女生更懂怎么让女生发疯 飙车 舔堂 耍烟机 库拽起来的克里斯汀 简直难以通知 没有人能从她的魅力里全身而退